董事长 今天民主进步党 第二十届十七次中常会 特别讲清廉情侦爱乡土 是本党创党精神 反黑金是本党一贯的坚持 当然讲 舆论要回应 回应后不要修法 任何黑金抢毒的人 我都不会再登记为公子候选人 最后一个最关键的就是 会中通过议长 副议长选举 议会党团党籍议员不得决议 知识具有黑金背景的人选 代表什么 我要跟黑金完全画其坚信 我要谄不高 罪不劳 我要切八段 结果你把话还讲还是热 就陈廷飞怎么讲 议长选举 黑金介入议长副议长的选举了 对 那这句话 我帮他翻译成比较正确的讲法 他也出了一张图片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曾经也可能用过 我们照片用过 这个里面的关键很简单 他就是讲 他在暗示这个黑金是谁 黑金不是邱莉莉 不是林志展 不是候选人 是候选人背后的赢武者 候选人的操盘手 背后的力量 对 背后的力量提供什么东西 他提供的就是有黑有金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个蒜头青 这个郭再青 到底是不是黑的 但是我知道 郭再青是有新台币的 因为他介入这个光电 一定有很多新台币 对不对 他新台币得到很多利益 他如果不是一个有新台币 有得到光电利益的人的话 怎么会被开枪 你放心 这个绝对枪手 不会去找那个游民去开枪 对 不会找那个要饭的开枪 不会浪费子弹 一定是找有钱人开枪嘛 所以被开枪 被开那么多枪 表示他很有钱 行情很好 行情很好 所以这个事情比民进党 这个今天更离谱的是 党内有28席 你党有一席 对 就29席就过半了 那自己可以选举 这个选举 这一次的台湾市议会选举 基本上就是党内议员选举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党内决定是谁就是谁了 对 那问题党内不是 党内有这比党外很难还难搞 他为什么能够搞得定 党内那么集中一起力量 来投票选出 这一组的候选人 所以陈廷飞谈的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黑金介入选举 对 那什么意思 什么叫黑金介入选举 我都不太懂了什么意思 我也不懂 党内有什么黑金 为什么党内需要黑金介入 我们一般黑金介入 不是说黑金去外面 朝工程朝利益 对不对 党内28个自己同志 公共就好 投票就好了 为什么 暗示什么 党内同志拿钱 谁给钱 谁给钱 黑金给钱 我们的中评委 介入调查 台南市议长副议长选举 有会选 这个意思 这是大事情 好 那另外一句讲 我也搞不懂 你开了88枪 你跟议长会 怎么会有关系 你不就是光电的利益吗 怎么把88枪 光电利益 跟议长的选举 三则绑在一起 而且地方传说 议长选举没有完成之前 真相不会公开 不 我认为议长 议长 真相公开 跟逮到这个 跟这个 逮到这个逮徒 这是两件事情 我认为真相已经差不多公开了 很简单的事情 郭再卿如果他今天没有民进党中指委的身份 他能不能介入光电利益 不能吗 不可能的事情 他原来是卖蒜头的 卖蒜头 转型成功 蒜头也很厉害不行吗 从蒜头转型到光电 你不要转给我看看 你明天你刘宝杰 我没办法 你转到光电 我有办法 我也不在这了 是吗 所以从卖蒜头 转到光电 这个天大本事 这个是九万十八拐 不是 那个是 这后面不是 孙悟空的这个金斗云 对啊 那后面 那一定是后面有政治力量的扶持他 才能够做 从农业转到高科技业 这个不得了的转型 对不对 你问他是学什么的 他绝对不是学光电 我们不保证 他也承认他有在卖东西 所以这个是收入来源 来自于光电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被开枪 那开枪就是有黑嘛 第一个有钱嘛 第二个有黑嘛 然后第三个 他们指控他介入嘛 介入什么 就拿钞票去帮人家选举嘛 所以那这个事情 就是要我们的这个 民进党的这个中评委 要去调查有没有党内会选 甚至于可能这个期约的关系 是来自于在议员的选举过程 就产生期约关系 好 那另外就是 那台南的警方也太难看了吧 你为了要弄这个案子 第一个 你莫名其妙丢了一个昂姑 上面也没有人交代说 你跟这个案子有关 通信六七年了 你现在才弄了一个查记专开 而且还是紧急 就搞了半天 你准确定讲 检方也受不了 检方就丢了一个叫做孔祥志 结果今天警方说 这孔祥志不可能啊 他根本没钱啊 他连这个一take的钱都还不了 怎么检方跟警方 各行歧视呢 这个各行歧视的目的 就是办不下去嘛 但是都有舆论压力嘛 这个在全国已经八十八腔 差点把这个政权都丢掉了 这多大的事情啊 那问题是 你查案你要不要查 你要查 问题为什么办不下去嘛 很简单啊 就关键人就是郭再卿不合作嘛 郭再卿要合作 他的一定告诉你说 这个一定要有前奏 他有开枪前有人跟他谈 开枪中间有人跟他谈 开枪后有人跟他谈 这个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是有一个剧本在演出的 他把那个剧本不交出来 你是抓鬼也抓不到 所以关键人物是郭再卿 买把枪我才知道 要多少钱 买把枪我才知道 买把枪我才知道 上百万 我才知道 他这冲锋枪要上百万 他都知道 你把枪的价格都公布了 那个枪索还找不到 这警察通通知道嘛 他不愿意动 等会上 我听到这个故事 我毛骨总而已 刚才讲的 现在你在台湾 好像开枪都不会有事 我开枪随便开枪 我找个小弟一顶罪 然后几百 五百万一千万 我就可以要一个人命 难怪馆长会这么生气 要我也把他受不了 另外就是 今天这件事情 郭哲明嚣张到什么程度 嚣张到警局 他都可以打偷 郭哲明已经跑路了 为什么有一个小弟 突然到地厌室头去告他 对 为什么 这个很不合理嘛 对不对 那郭哲明难道没有报复能力吗 有 这个小弟不怕再被杀吗 怕呀 他为什么赶出来呢 为什么 所以后面有人嘛 有人 当然嘛 这有故事的嘛 哪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又被骗了 那么勇敢 你跑去地监署去告他 然后说那个检察官是好人 检察是坏人 讲的简单就是这样子嘛 故事绝对不是这样子演的嘛 这个小弟的后面 一定还有大哥 一定有人保护他 不知道他怎么弄呢 对不对 那这个要去搞 打官司也要花钱 对 万一其他的兄弟上门怎么办呢 你说旁边有个律师 那都要钱的 都要钱的嘛 后面有后面大哥保护他嘛 可是闹得这么乱 警方压不住吧 照一下 以前国安单位一压就压掉了 他有什么 怎么压他呢 他怎么压很简单呢 他现在是现在换了 他现在警政署高 他现在是行政时事局高层啊 他还没有曝光耶 他还没有曝光耶 曝光的两个已经被调了嘛 对 被调走这两个 就是这次出事情调走这两个嘛 对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去起诉 不是起诉 去侦办这个林炳文的那个 300万的交保案子 对 那个总标的物只有几十万 他给他交保案300万啊 我对金钱利益不关心 对 我们关心是这些检察官 到底干哪些事 哪些警官出入这些场所 我们这样讲很简单 讲了一个多月了吧 那你看到 有下文吧 没下文 检察大学校长现在在哪里 位置上 闻风不动 你的不理你 你讲你的 我好官我自为之 但是今天有个消息 谁 你看到没有 你这个徐光荣走了 徐光荣走了我告诉你 请他校长马上就滚蛋 先预告在前面 对 徐光荣走了嘛 因为他会不会被动 因为有高高层顶住他 徐光荣照他嘛 徐光荣被搬家 徐光荣现在今天请示获准嘛 我跟你预告 陈泽文马上退休 所以董事长 这件事情峰毁路转 郭再卿本来一直沉默 沉默到今天发表的公开信 发表公开信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 哎 我根本认识那么久了 你也从来没有交过黑金 而且我还借过你钱 我借你钱 你给我的票子 我还攒齐很多次 这个叫做扯是非嘛 就表示说郭再卿这个人 是一个金主 那我现在问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 我在民进党很多年 几十年啊 台南我也很熟啊 在台南在这个第一次 黄伟哲选市长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看过 有郭再卿这个人啊 等这个黄伟哲选上市长之后 突然间我听说有一个人 哎 怎么搞的 有一个蒜头青 要当金主 要出来选中职位 这个莫名其妙跑出来一个人 他突然间变成中党爱国了 中党爱国 郭再卿在台南地检署 在作证的时候 说什么 这个枪是谁开的 是郭信良开的 对啊 这是我听到的消息 就是他去台南地检署 作证的时候 就鬼扯一通嘛 就跟检察官讲说 这个枪手是郭再卿 是郭信良叫来开的嘛 是为了议长选举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话 我们是不是听了很多次啊 这个案子开枪 是因为议长选举 这个论述 对对 为了议长选举 是不是在媒体圈 有人这样子谈过 我就不懂啊 开枪是开枪 议长选举通常在什么时候 都是选完了 我要绑议员 以前做过什么事 把议员整个绑票 绑票丢到一个山庄 你跟外面没有隔阂 没有隔离 没有隔离以后 然后大家同事去开票 开票投在同一个票柜 大家都不敢跑票 哪有说 我票还没开出来 谁是议员不是议员 就开枪的 对啊 所以这个话 就是有人在带风向嘛 有人希望把这个开枪 变成政治事件嘛 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商业利益 或光电的特权利益之争嘛 因为如果是光电特权利益之争的话 只有两个单位会牵扯到 一个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台南市政府嘛 对不对 又有审查权嘛 第二个中央有审查权嘛 那我请问你很简单啊 那你一个民进党的中职委 过去卖蒜头的 你现在变成卖光电的 你靠着凭什么 凭你是突然间去清华大学 去成大去进修 我厉害啊 你就还是怎样 你是怎么转型的嘛 你告诉我 他现在就特权弄权嘛 那问题我都不再愿意讲 今天看到郭代行长 这个话我非常火大 也还火大 当然火大 就回答我两个问题 不是就不是 是就是嘛 你有没有做这个 你原来做蒜头的嘛 怎么会现在会变成做光电嘛 是谁辅导你去做光电的嘛 是台电辅导的 还是蔡英文辅导的 还是谁 还是Ellen Musk辅导的 你什么玩意儿嘛 你就是一个做蒜头的 你就是因为有拿到的 绿色新贵 绿色黑金代表人物 因为本来是一个绿色企业家 一旦你被开枪 你就是黑金 就那么简单 这个别无二字 我没有想到 台南的地方的这种情势 这么样的复杂 派系的恩怨如此纠葛 好 刚刚讲的 陈廷飞也出来了 郭信良也出来了 刚刚讲的郭再青也出来了 但是你说真正关键的人物 才刚刚要登场 这个人是谁 这是我们的副总统赖金德 副总统赖金德现在传说 他会当民进党的党主席 如果他当民进党的党主席的时候 你现在 郭信良 今天陈廷飞 你铺牌所有的局都玩不下去了 我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是昨天假投票 为什么这个25号 25号选举还早 还早 为什么今天假投票 今天为什么今天假投票 为什么 早点定开 因为礼拜一要选登记党主席了 万一说是下礼拜党主席 是赖金德登记以后 你给我搞个假投票 那大家是不是讲说 是赖金德交代的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是叫做 党员自由意志在议会假投票 跟赖副总统无关 但是主要是这个宣誓 所以是赖当党主席的起手势 跟赖没有关系 下礼拜就跟赖有关系了 刻意无关系 刻意撇清跟赖无关 我们统统是自由意志投票 你们民进党好复杂 那不复杂 就是替赖考虑问题嘛 因为你下个礼拜投票的话 就看官方向嘛 就是有赖副总统有看法嘛 大家会假传甚至 是复杂的 那今天假投票不复杂 就是我们自己的议员同志们 做了一个自由意志嘛 但这个自由意志呢 被陈庭飞跟郑国会解释成什么 黑金介入 所以这黑金马上要 为什么他要从幕后 被我们被我骂了两个礼拜的人 跳到幕前来 然后帮他们去扯 你这不前来扯来扯去 他一定要出来讲话 他不是黑金 因为他不承认的话 这个就变成黑金了 那黑金如果建入的话 那就跑票有礼啦 那就是刚刚郑浩讲是对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呢 在这个局里面无效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赖清德的个性 跟别的领导人不太一样 他不会甩这一套 他不会甩这一套 下礼拜他一登记当党主席以后 他就是我认为是同额啦 没有人敢跟他打了 没有人敢跟他打 他就当选了嘛 那当选以后台南会怎么样呢 台南自己就会乖乖 每一个人都会 我跟你讲 下礼拜没有一个人会开记者会 12月25号就乖乖选出 他们要的议长跟副议长 然后传过水无痕 每一个人众神归位 众神归位 众鬼自己下地狱 好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今天郭宪良跟陈迪飞 不就是陪了夫人佑泽兵 白玩 白玩一场的吗 不是 他是最后一个争取社会上的支持 因为如果说今天 把这个最终消息一直 88枪是个大问题 让赖副总统也很没面子嘛 也很火大嘛 你给我搞一个我的选区 我的本命区 你给我搞88枪破不了案 然后这个事情 又跟这个郭戴卿发生关系嘛 我有打电话去问嘛 我说赖副总统认不认识郭戴卿 他不认识郭戴卿 不认识郭戴卿 赖副总统表示不认识郭戴卿嘛 那郭戴卿如果真是黑金的话呢 那黑金支持的人可以用吗 所以黑金在这里面 有没有 我刚刚讲的 有没有汇选的问题啊 所以就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变动的局面出来 不是 而且 今天郭戴卿讲的话 我还记得回应你刚刚讲的 你说有金钱的话 来说 那我跟郭信良也有金钱往来 也有情意相提 所以他是金主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你可以当金主嘛 我也当过民进党金主 可是我不会利用金主的身份 去A政府的钱嘛 或是包政府的工程 那问题是我现在在讲的问题 我没有说 这个不能够做政府生意 可是你今天 你民进党的党公子 你过去不是民进党 因为你跟黄伟泽在关系 参加了民进党 然后你拿了钱来借给议长 他自己承认了嘛 他借给议长经营政治人物嘛 你拿钱经营政治人物 当了吕布韦嘛 你当了金之台南吕布韦之后 你就会变成从大蒜 会变成光电 所以董事长 没有想到一个八十八强 从治安问题 从一个光电利益分配的问题 现在大水冲倒楼王庙了 杀到民进党装导铺了 变成民进党挥之不去的黑金恶梦了 这真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完全是民进党的高层 或派系的领导人 公开出来指责黑金 这个是荒谬的事情 但不是每天讲是这个 当年就是推倒这个打倒这个反黑金 起家的民进党 今天深受黑金的困扰 而且都是在高层 这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过去的国民党的黑金 是在地方政治 中央没有这个 还很少有部长级以上的人士 牵扯到黑金有关 现在看到的这个民进党 是从上开始腐败开始 而且都是上层结构 在他的上层结构产生了黑金的现象 像现在今天讲台南这个事情 不可能破案了 我们现在已经宣布了 不可能破了 警察都告诉你了 方阳营都讲了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光电利益造成 这个话我们讲了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了 好久了 开枪那天你就讲光电了 讲的我都觉得很无聊 觉得不好意思 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我还以为有人会来告我 没人告我 警察现在也同意我的观点 然后现在我认为这故事的主人翁 很简单 就是突然间一个政党 他会在这个轮替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些新贵 这个绿色有绿色新贵 这个新贵代表一个世代的交替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新贵如果是知识分子 大学教授 或是大企业 或是国际级的企业家 或是外国 这都好事情 良性的 结果万一你这个 你看新贵进来的一些人 很奇怪 卖蒜头的 卖蒜头不是坏事 卖蒜头一夜之间 他可以因为有政治力的介入 马上一转型 就介入了台南最大的光电利益 那这个就是 我们一看很简单 所以我今天讲的非常不客气 而且照顾讲 光电利益这么大 两个半的单身公园 我装上太阳能板 我什么都不要做 一年台电就要给我4.5亿 而且那个地都是烂地 没人要的地 收入4.5亿 但你知道那个投资多少钱吗 投资多少钱 那个投资好几百亿 因为他那个设备 折旧20年嘛 那那个光电厂 光电材料等等一切都很多钱 所以那个政府边境的预算 是上千亿台币的投资 那现在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听过 这个中职委郭再兴 我也算是支持民进党 突然间冒出来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很简单 我听到都是黄伟哲支持他 中职委之后再听到 他就是他是光电大户 那因为他介入政治之后 有政治的代表性之后 他就跟光电的 因为光电的业者 这是大企业 国际企业 大的公司 他在那边得到利益 所以因此才延伸出来 这个利益摆不平的情况之下 这不公平的事情 一定是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或是这个利益失衡的情况之下 才会有开枪事件 然后你看到这个很简单 连警察都认为是有光电利益 对 还有黑枪泛滥 好 你再过来看 你看看郭再兴的全文 这个声明反击如下 里面所有的一个字 他说他是忠贞的民进党员 我没有听过这个人 他如何忠贞来了 我搞不太清楚 我去问了这个有关的人士 问了最有名的我们赖副总统 他是台南市当过市长 他没有听过这个人 不认识这个人 根本不认识 现在也不认识了 我不知道 赖副总统离开台南市 没有几年 才四年多而已 四五年 怎么突然间 他变成一个忠贞党员 我对这个忠贞党员 我就感到非常可怕 因为民进党的忠贞党员 一来一搞 就搞一些很 都搞一些惊天动地的 搞都更 搞一些奇怪的违法事情 对不对 还有搞什么土地 一搞搞一个几十甲 就拿忠贞党员 然后全篇的谈话里面 他在谈是非 他跟郭正 郭信良的是非 你我借你钱 你借我钱 他一个字都没有讲 他跟光电有关系 警察都讲 警察都讲 跟光电的原因产生开枪 你郭再兴今天发了一个 这个内心的告白 你光明磊落 枪击烂光明磊落 你为什么不讲一下说 我在当中职委以后 我光电利益赚了几百亿 或几十亿 你讲一下啊 你可以 因为这个职务 刚刚好 是不用受工人员的监督的 没有法律监督的 这是法外之地 现在所谓的民进党的 中常委的黑金黑道 也是不用监督啊 都是一个蔡英文关爱的眼神 就造成这种情况